我们继续跟政大国安中心李日生教授来谈 美国其中大选以后美国政局的变化 李日生教授我们前面提到 你是会觉得在选完了以后 现在由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会 对川普提出弹劾案 但这个也要看目前穆勒调查的情况而定 跟这个有直接相关的就是司法部 川普在选完的第二天早上 马上就要求现在司法部部长赛欣斯辞职 然后他任命的是他的幕僚长 Whitaker作为代理司法部长 他没有找副司法部长 他也不喜欢 所以找的是一个幕僚长 这应该是排名第三第四的人 这现在目前就有问题了 因为民主党就要求 不管是代理司法部长或者是司法部长 未来司法部长必须要recuse himself 就是说必须要回避 你不能够直接干预这个穆勒的 现在目前的调查 因为穆勒特别检察官是由司法部任命的 但是现在Whitaker说他不会recuse 这个是不是会变成未来潜在中的一个政争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说参议院的选举对川普有多重要 他的人事任命 那如果说我们说51到49的时候 那有些温和的共和党 比如说Lisa Makowski或Susan Collins这些 他们还可以拿巧 现在没什么好拿巧 现在54岁46 你两票走了就算了 你两票走了我就算了 不管了 对不对 现在可以走四票 因为还有一个副总统 对不对 所以不容易了 这个是第一个 那所以川普想要任命谁 可能就比较容易 但是说老实话 川普对司法部长的认知 那就是当年尼克森的认知一样 就是你就是我的狗一样 你要帮我做中心 可是忘了司法部长 其实就像台湾的法务部长是要中立的 我们连台湾的法务部长 在很多议题上面 他们都没有那么政治性 不太敢 譬如包括邱泰山 我觉得他很多议题 还是希望能够比较 就是以专业的来判断 那可是川普的认知不是 那我认为是川普 你要有希望什么司法 那你自己搞一个法律顾问就好了 你反正有法律顾问 但是他认为这个部长 就是他可以使唤的 那当然其他的 就是说这个部长是serve他的 对 是他的个人的intrust 不是国家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不对 所以民主党 现在开始大家酝酿一个舆论 就是说这个Whitaker 在他在做名嘴的时候 就是一个挺川普的 然后讲了很多话 就看起来就不够中立了 那如果他在当司法部长 就不可能中立 那我也认为另外一个 就是刚刚你讲的这个 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这个调查 如果在这个之前出来 在选举前出来 我觉得可能搞不好会更激发 川普的选民 如果有对家川普不利 那现在呢 他如果说在这个选后 慢慢这个报告 如果出来 那有些可以值得 众议院去调查的地方 哇 现在刚好 民主党掌控了众议院 就可以深入 做听证 做这个传讯 做调查 那我觉得会让川普 非常难过的 不仅是这个 特别检察官 通二门这些议题 包括他们也想 调川普的你的报税记录 对 这个也是 就是说 美国的政治传统 这个并没有迷文的法律规定 但是在过去的话 美国总统 每个总统几乎都把 自己的报税资料都公布 另外大家也没有说 任用自己的女婿私人 到办公里面做事 甚至说 把自己的私人企业 跟公家的 划分很清楚 对 所以这个 美国的众议院 民主党这些现在的 包括这几个 新要上任的主席 无论是司法委员会的主席 或者监督政府的主席 或者是这个调查的 那这个情报委员会 这些委员会主席 现在都是磨刀祸祸 像朱扬 就认为说 包括沙吾地 这阵出了这个记者的事情 那你到底你白宫 这个Kushner 跟这个Ivanca 你们跟沙吾地 是什么关系 因为 川普一上来 第一个出访的国家 不是加拿大 不是墨西哥 是沙吾地 也不是英国 这三个是最安全的 他不访问这三个 跑去沙吾地 那你到底 你跟沙吾地 有什么关系 到时候还认为说 搞不好这个亲王 是受到你的 这个至少就默许 才把这个 这样的一个记者干掉 因为他看到你 那么讨厌媒体 跟着也这样子来出 所以不知道 那但是这个众议院 现在 因为过去众议院 大家都说 川普 共和党掌控的时候 众议院简直像个 小绵羊一样 可是现在 如果民主党上来 那我相信会 会想要有一番作为吧 对于这样子的 一个选举结果 现在川普 他会做什么样的考虑 有一个 在选前的时候 有一个猜测是说 他可能会放低姿态 跟民主党要来妥协 但是另外一个说法是说 这更激发了 川普要做自己 就是说 一定会 执意的 要推动他自己的政策 不惜要冲撞 你觉得呢 我觉得当然是后者 因为他认为后者 有票房 有市场 可以巩固他的基本盘 可是不要忘记一件事 即使他这一次 能够巩固 2020年的选举 这个路线 绝对不应该是 共和党继续走的路线 因为美国的白人 越来越少 男性投票 就是说也没有女性 活得长 投票比例 都往民主党那边走 就说 一二十年来看 共和党绝对是少数党 那再加上最近 我们看到的 这个众议院很多 就是过去共和党 靠了他们的 在地方的议会的优势 划出来的选区 这次 宾州就已经改变了 因为宾州说 你这个最高法院 宾州的最高法院 说你画的选区太政治了 所以本来十八个众议员 共和党十三个 民主党五个 这次选完变成十对八了 所以就可以看出来 本来宾州就是实力 比较相当的 那甚至像纽约州 我们都认为是民主党的州 可是共和党 过去是掌控参议院的 这是纽约州的参议院 也转成民主党了 所以你如果在地方的议会上面 慢慢转了以后 对共和党是不利的 共和党你现在去死守这些 所谓的白人的州 说Upper Midwest 然后呢 往这个Mountain State去走 这些人口是少 虽然你可以赚到选举人票 赚到两个参议院 但是不见得整体 到最后的结果会对你有利 可是现在最大的共和党 现在的问题是 现在已经不是共和党的党 现在是川普的党 对啊 是川普党的话 你其他人都没有任何讲话的余地 所以大家就说 要是我在台湾讲的话 我就说共和党这些参议院 我都要寄一个盖片 一瓶盖片给他们 都已经没有backbone了 都不敢挑战嘛 那川普就是为了 他们唯一担心什么 说我挑战川普 我自己竞选就会有问题 就是政治自杀 政治自杀 因为川普会安排一个人 在初选把我干掉 那我就觉得说 你宁可留下比较好的 然后不需要跟川普妥协 当然议题上面 你认为川普对的 我觉得可以支持 但你还是可以谴责他 一些言语 这种分裂族群的这些谈话 唯一的我们知道 典型在树袭的就是 那个McCain McCain 对 对啊 你其他的 你像Graham 现在都越来越倒向 Graham讲的话 这很难听 Graham本来大家认为 是McCain的好朋友 你怎么能够当 现在怎么会 越来越恶心 越来越恶心了 那反而是 要不然就像Jeff Flake 或者说Bob Cocker 你 不选啊 好吧 我可以不选吧 还是有一条路嘛 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了 他现在第一个开刀 是司法部长 现在据说 陆陆续续 有六七个部长 他可能都要FIRE掉 包括国土安全部的 国土安全部 他之前前任的 现在是白宫幕僚长的Kelly 包括商务部长 他也不满意 商务部长年纪也太大了 Ross 然后内政部长 包括国防部长 他觉得马提斯是民主党 对 现在这些 这样子换下来 我们以前 比如说在Bob Woodward的书里面 都说 至少还有一些部长 可以 就是秉持着良心 或者是说 维持这个国家正常运作 或者像Bob Cocker讲的 那些大人 他说现在白宫 没有大人在监督了 对不对 那如果真的换完了以后 完全都是为川普 为命是从的 这很可怕 很可怕 非常可怕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也跟美国的人讨论 美国学者讨论 说你们怎么会选出 这样的总统 做这样的政治安排 或做这样的政治诉求 那这个对民主来讲 真的是 难道会走出这样的一步吗 他们讲了一句 他说 美国民主230多年 他只出过这样的一个 也算是意外 但他们一般认为说 美国的民主政治运作 是不错的 不应该有 川普这样的政治人物出现 但是总是有 这个意外的情况 那川普就是算是 45个总统当中的 一个例外 我最后想问的是 其实这一次的 其中选举完了以后 这个对于外交政策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知道当然外交政策 主要是掌握在 美国总统手里面 那当然国会是有一些的影响力 但不是很大 我想请你也谈一下 就是说你觉得现在 民主党现在控制了 众议院以后 一般的外交政策 会变成什么样 然后特别的在两岸 尤其对于台湾 跟对于大陆的政策上面 又会怎么样 我觉得第一个 一般外交来讲 就是川普这种美国第一 花这么多国防经费 甚至要全部换新 淘汰换新新的核武 这种经费 共和党民主党 众议院不会给了 就是说 如果你有这么多钱 为什么不做社会福利 为什么拿去搞这个军备竞赛 那这一点我相信 民主党的国会会看得很紧 那川普在 比如说对中国 或者对俄罗斯做一些这种恫吓 说我要怎么样 那可是问题是你的国会如果不给你经费 那我觉得这个是他必须要做妥协的 就是不管你话讲的再重 人家看到你的国会如果不给你经费 你是做不到的 这是第一 我这个事情我先打插 就是说因为现在美国的两党立场 现在已经非常的混乱了 在过去其实是共和党要求 就是不能够有赤字行政 可是现在自己的总统 却是一天到晚这样操作 放到赤字 那你自己的共和党也不去管 也不去管他 反而要民主党 民主党过去是赞成 但是民主党的主要就是说 我这个钱赤字 但是我是社会福利的 不是国防预算这样的恶搞 而且国防预算不要忘记 还有一个问题是 你的军工复合体 对不对 Minitary Industrial Compliance 根本就在benefit一些少数的人 包括卖武器给沙吾蒂等等 我相信民主党上了以后 一定不会再买武器给 就是说会减少了 给沙吾蒂的武器 这些民主党都会做 但是你说亚太地区 我认为我们至少两岸关系上面 那台湾对美的这个 所谓的台湾年限 或者说这个 小组也好 大概都是跨党派的 我们看到的 譬如说对台湾的支持 台湾旅行法 像这个New Jersey 又重新选上这个 Bob Menendez 还有像这个 Corey Garner 这些都还是 一个是共和党 一个民主党 就是你还包括 Marco Rubio 是共和党 但是我们还是有 民主党的人在支持 Manchin Joe Manchin在支持 在马州 所以看起来 都是bipartisan 都是bipartisan 所以我觉得不会有影响 那刚刚主持人讲最重要的就是 过去民主党是一个反自由贸易的 是比较愿意有关税 或者说至少愿意制裁中国 那共和党是主张自由贸易 现在因为川普把这个议题 我说hijack 接走了 接走以后 当然民主党 我相信也不见得会改变 为什么不会再改变太多 因为民主党还是想拿回 劳工阶级的票 那如果你要拿回劳工阶级 这个关税可能还是有点用 但是大概不会搞成25% 过了年 如果说民主党有这个能力 把它维持在比较低一点的关税 我相信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发展 原来大陆有些期待 对于其中选举的结果 但是现在民主党 如果对于中国仍然是强硬的话 这个对中国强硬的 仍然是一个两党一致的 对但是如果有民主党 多一点的这个话语权或声音 至少大陆在预测政策方面 比较容易一些 因为川普太难预测 对不对 一下可以妥协一下不行 那我觉得民主党在这方面 可预测性高一些吧 这个事情是非常有趣 因为美国两年 就是其实其中选举是四年一次了 对 那这个事情原来 大家就预测 很可能川普会输 因为大部分的总统的党 在这个其中选举都会落败 平均到25%到37% 对对对 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发展 今天谢谢 您要的时候跟我们来谈 这相关的政局的影响 也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